十、历史伟人的观点,以及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的见解 每一个人在生活各方面都会接触到许多事物,但一般不会去追根寻缘 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在许多领域不断有新的发现 发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发现了事物的起源 正如我们上面列出的那些发现,发现了音乐与圣经、宇宙 以及许多不同科学、领级学科,如物理、光学、生学、医学、考古学、化学、美术等似乎是完全不相关领域 有着完全相通、甚至一致的律 比如音乐及生学中的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三和弦 与美术及光学中色彩的十二色环、七色折光、三原色完全一致 也和人类的历法一年十二个月、一星期七天 以及和历法有关的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和十二时辰万、十二星座、黄道十二宫 以及具有音乐规律的化学元素、原子内电子的能及跃迁具有音程的比例、等等等等 这些都无法解释为巧合 如果用科学眼光去推理 那就是有一个造物者把所有他创造的事物 包括宇宙的运行 运行之律形成了日历 音乐的律 因律产生音阶 音阶产生和弦 光产生的原色 折射分解出的颜色 再分出色环 都是按造物者的统一的设计、统一原则、创造出来的 这些新发现也帮助我们纠正了以前 这些发现还没有出现时的片面观点 让我们继续来看看几位在人类文明和创造中有深入研究 卓越贡献的伟大人物 当他们看到他们研究的领域中许多令人深思的现象时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 他们所得出的结论 爱因斯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宇宙当中的物质井然有序 这些都显示出了上帝的存在 以下是他和何浩若博士国民革命军将军采访时的对话 何浩若博士国民革命军将军 有次到美国普林斯大学拜访爱因斯坦博士 何浩若问 据说你年轻的时候并不相信上帝 这是真的吗 你现在相信不相信上帝 爱因斯坦答 我年轻的时候的确不相信上帝 而现在我觉得上帝是存在的 而且这种信念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增强 何浩若问 你是一位大家公认的大科学家 你说的话应该都是很有根据的 你刚才说你很相信上帝 请问 你说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 爱因斯坦答 我们的自然界看起来似乎异常复杂 可是只要仔细加以注意 却可以发现非常和谐非常有规律 因此才能经常维持平衡 才能绵延不断生生不息 这些都需要一个超自然的最高智慧者 加以整体的设计和统御 何浩若博士听了爱因斯坦的一席话之后 佩服的五体投地 因此也就完全改变了过去无神论的看法 电影伟人爱迪生 也记载了另一位伟大发明家 爱迪生和记者的问答 记者 爱迪生先生 请问你在一生的一千多种发明中 觉得哪种发明最伟大 爱迪生 对不起 我所发明的东西中 没有一件是伟大的先生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 还无法从黄色的泥土里制造出一颗绿色的芽 而且这一颗芽能够不断地成长茁壮 生出绿色的枝叶 以后还会开出红色灿烂的花朵 等到这些花朵凋谢之后 还会结出香甜可口的果实来 而且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这一部机器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因此 我觉得最伟大的发明 不是人为的机器 而是上帝的杰作 一颗幼苗 杨振宁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成为最早华人诺奖得主之一 如何看待造物主的存在 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形状的 那我想没有 如果问有没有一个造物者 那我想是有的 因为整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 这些不偶然力量 这么大影响这么大的东西 是哪来的 你可以随便取一个名字 假如这里面没有一个人的形象 那我想大家都会接受 假如一定要加一个人的形象 这是你的自由 但这个是没有根据的 苏氏1037年至1101年的前赤壁赋于1082年 写下了这篇作品 苏子曰 刻意知浮水与月乎 事者如斯 而未尝亡也 迎虚者如彼 而足莫消长也 盖江自其辩者而观之 则天地增不能以一顺 自其不辩者而观之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献乎 且伏天地之间 物各有主 苟非无之所有 虽亦毫而莫取 为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 尔得之而为生 沐浴之而成色 取之无尽 用之不洁 事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无与子之所共识 翻译成现代文字时 苏氏说 你可也知道这水与月 不断流逝的就像这江水 其实并没有真正失去 石原石缺的就像这月 但是最终并没有增加或减少 可见 从事物一变的一面看来 天地间没有一瞬间不发生变化 而从事物不变的一面看来 万物与自己的生命同样 无穷无尽 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 何况天地之间 繁物更有自己的归属 若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 吉令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 只有江上的清风 以及山间的明月 送到耳边便听到声音 进入眼帘便会出形色 取得这些不会有人禁止 享用这些也不会有洁净的时候 这是造物者恩赐的 无穷无尽的大宝藏 你我尽可以一起享用 当有人问 哪一个是最聪明的民族 一致的公认是犹太民族 一篇有趣的思维 揭开犹太人思维和教育的密码的文章指出 据统计 截至2015年 全世界770位诺贝尔奖得主中 有153位都是犹太人 占世界人口总数 仅仅0.3%的犹太人 却获得了将近20%的诺贝尔奖 美国的百万富翁中 近三分之一是犹太人 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中 犹太人始终占据着许多席位 难怪有人说 世界上的财富在美国人的口袋里 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如果继续问为何最聪明 一致的回答是教育优秀 但你查一下世界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排名时 却并非如此 2023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排名 涵盖了来自104个国家 地区的1799所大学 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 最多元的大学排名 1.牛津大学 英国 2.哈佛大学 美国 3.剑桥大学 英国 4.斯坦福大学 美国 5.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6.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 7.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8.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9.耶鲁大学 10.帝国理工学院 英国 11.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12.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瑞士 13.芝加哥大学 美国 14.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 15.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16.清华大学 中国 17.北京大学 中国 18.多伦多大学 加拿大 19.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20.康奈尔大学 美国 21.加州大学 洛杉矶 分校 美国 22.伦敦大学学院 英国 23.密歇根大学 美国 24.纽约大学 美国 25.杜克大学 美国 前25所大学中 没有一所是以色列的 根本看不出以色列的教育是超约世界各国的 那么 我们来看看犹太民族历史上公认的最有智慧之王 那就是所罗门王 他的智慧被认为真的是前五古人 是怎么说的 他写的一篇讲智慧来源的真言一书的中心主题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言九章十节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 以聪明定天 真言三章十九节 当他遇到困惑不解的事实求告耶和华 事情就解决了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遇到难以解决的事 必须要找对人 问题就能解决 所罗门王的聪明使他知道遇到世上的难题 唯有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造物主才知道如何解决 正如他在真言中不断地写道 耶和华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十四章二十六节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全员十四章二十七节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十五章三节 耶和华所造的 各是其用 你所做的 要交托耶和华 你所谋的 就必成立 依靠耶和华的 便为有福 十六章二十节 当所罗门王求告耶和华神 从这一创造宇宙万物 及人类的独一无二的造物主那里 得到启示 所有难题就迎刃而解 全球诺贝尔奖 是近代人类科技进步的最高荣誉象征 诺奖得主应该算是全人类智慧的精英和佼佼者 诺贝尔奖设立于1900年 从1901年到1996年除英战争有个别年份停停外 跟踪这95年以来诺贝尔奖得主的客观统计数据 共平出诺贝尔奖各项得主639人 其中物理奖148人 化学奖123人 生理或医学奖159人 文学奖91人 和平奖81人 经济奖37人 分数43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 美国229人 英国81人 德国72人 法国48人 瑞典27人 瑞士18人 前苏联17人 荷兰15人 意大利13人 奥地利11人 丹麦11人 日本8人 以色列4人 印度3人 南非6人 埃及2人 澳大利亚4人 阿根廷4人 在这639名诺贝尔奖得主中 不信仰宗教或宗教信仰淡末者 共21人 他们主要是来自前苏联和前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 而信仰各种宗教的有618人 相信有造物主的诺奖得主比率超过90% 请继续观看后面的章节 看到年忧稚恪tles 分irl 必须 介热